生命天使用爱创造新世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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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有当初什么样的因缘 好坏坏 都是因缘果报 所以叫因果 所以我们学佛了解相信因果 那你叫 种善因 断恶因 那过去我们重新 种了坏的因 所以我们懂得忏悔 但是痛苦来了 不要怪东怪西 我这辈子长得很矮 你不要怪爸爸妈妈 是因为我们种了一个矮矮的因 这样 这辈子长得不漂亮 你会觉得不舒服 那为什么长得不漂亮 念一下 爱生气 爱骂人 不会供花 长得丑陋 很简单 这辈子为什么长得很漂亮 修忍辱 多供花 喜欢微笑 哪这呢 装饰 道场 庄严 所以 长得漂亮 那天上不一样 天上的人不会嫉妒 人间的人 有钱没钱漂亮丑 他还会不舒服会嫉妒 天上人只有一个习惯 哦 你漂亮 我很想知道你什么因 为什么漂亮 我要学你 他就这样 这叫天人 所以天人没有嫉妒了 那阿修罗道会嫉妒了 阿修罗道虽然有福报 也简单的说 各位这辈子很喜欢布施啊 很喜欢做好事 但是你还有嫉妒心 希望赢过别人 那你就会投胎阿修罗道 那你这辈子很喜欢布施 孝顺父母 又喜欢布施 跟守戒律 那你会升天 而且你一直想要去学 怎么样能够更有福报 所以佛陀 讲了两句话 大家背起来 来 持戒得升天 布施得大富 那所以简单的说 各位要得到幸福快乐 富贵 那一定要守戒律 什么叫戒律 再陪着孝顺父母 尊敬师长 不伤害众生 守五戒 修十善业 那各位这个一定要会懂 释迦牟尼佛 他是圆满觉悟的 圣者 他不是神 神很快乐 在天上 但是 等他快乐 欲望 享受完了 他会轮回 所以这个叫 六道都会轮回 那我们也是六道之一 人道 所以各位要把握这一辈子 多做善事 布施 所以一个人能够这辈子赚大钱 大老板 生在有钱的家庭 他一定要有过去是布施的因 帮助别人吧 我想各位 今天法会现场有很多义工菩萨 做了很多布施 从前天 昨天 今天 到现在都还在布置了 还没有布置完 那这个布置要花脑筋 要花钱 要花体力 但是每个人 想的 他就是希望把这个超度谈成 因为清明报恩节 越来越庄严 因为这个庄严是一种孝顺 是一种报恩 就像你很爱你的爸爸妈妈 你赚了很多钱 你买了最好的东西 他最喜欢的 用尽 就是要让他快乐 所以 把他摆得很庄严 就是希望 所有众生快乐 那最快乐是佛 因为慈悲才是供养佛 所以给别人 给众生快乐 叫慈 所以要得到什么果 那你叫种什么因 那特别我们今天 又更高层次了 刚刚讲了 守五戒 修十善业 那做人快乐 来世快乐 有人天福报 那佛陀进一步要我们追求 解脱的心 那就是灾的意思 守灾戒 身口意 特别是内心里面清静 没有欲望 所以今天各位 过着很清静的一天 就可以种下解脱的音 没有欲望 没有吃的欲望 吃素 过午不时 不爱漂亮 不唱歌跳舞 不睡卧高广大床 没有男女的 性行为 等等等等 那这样你就可以进一步 正的解脱的音 让别人吹电扇 深深事事不怕热 有些人不会怕热 你再怎么热他不流汗 有些人不怕冷的 那地狱里面有一个叫大寒地狱 超过人间最冷的四十倍 那你想想看 人间最冷大概四四五十度 然后呢 四十倍 七倍 一直到四十九倍 那没办法形容了 还有叫大热地狱 也是人间最热的温度 然后呢 七倍 然后一直上去 十四倍 二十一倍 那没有办法忍受的热 那为什么会这样大寒大热呢 那因为过去生气 这个音 然后恨别人的音 去伤害到别人 比如说我恨这个人 过去把他杀了 我不高兴 所以这只狗咬我儿子 把他给杀了 那这样子的 称恨的杀业 就会堕落地狱 按照你的行为 十八成地狱 每一个地狱 大地狱有 中地狱五百个 小地狱 无量无边 那这些痛苦 没办法形容 所以各位呢 地狱最短的寿命 一百九十一年 那你想想看 你五分钟 肚子痛就受不了了 还一百九十一年 一直在热 冷 被砍 被杀 被火 伤害 但是得到地狱的果 当然他要造下地狱的音 才有办法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快乐 去伤害到其他人 伤害到国家 伤害到其他众生 不然 百千万倍会伤害到你 你这辈子欠人家十块钱 故意不还 下辈子你要还一百万 再下一辈子你要还一亿 然后就一直轮回 你都不还 碰到了 然后下辈子你会被倒十亿 然后想要自杀 因为一个人能够赚到一亿十亿 那要花好几辈子 能努力 就一下就被倒掉 因为果报成熟了 就像一个小小的种子 种下去 开花结果 变大水果 变大树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守八观灾戒 这八条戒律 大家守好 那佛陀跟我们说 有十二种功德 但是各位 不是贪功德 我们有这十二种功德 我们把它布施给众生 今天守八观灾戒 给你爸爸健康 今天你守八观灾戒 你回向所有的病人 癌症病患 所有的老爸爸老妈妈 都得到我受戒的功德 你回向的五个对象变五倍 你回向十个对象变十倍 那你想想看 你回向所有生病的人 那无量无边了 那你的功德变无量倍 所以各位要懂得 要懂得赚功德 所谓因 因就是你守一个八观灾戒 缘呢 你缘 所有众生 所有世界 都得到我的功德 都得到我的功德 所以虽然种子很小 但是这个圆 你发心很大 所以果报不一样 我在教各位算术计算题 如何把自己的生命 算一算 变成最有功德 免得浪费生命 所以你不失十块钱 回向给三个人 那三倍的果报 但是我不失十块钱 回向给非洲 所有贫穷人 那非洲假设有十亿人 那就变十亿的果报 回向给所有恶鬼道 那没办法算了 回向给所有地狱道 所以佛教里面 很喜欢讲这句话 来 回向众生 你心里面 要这样想 回向所有众生 这里面包括 七十几亿的人 那天道的神 那更多了 地狱鬼道 那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虽然我们 中的阴 只有十块钱 但是我有这个悲心的缘 所以结果报应 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 所傍晚在界 那功德很大 但是希望大家 把这个功德呢 发起无上菩提心 骗缘 这个缘 一切友情 非情境界 希望所傍晚在界 让新加坡不再有车祸 让世界各地 不要有传染病 让所有得癌症的 赶快恢复 等一下我们 要念药诗经 药诗经特别强调 要受报官在界 放生 等一下我们傍晚比较凉 今天我们要救 两万只生命 来 鼓掌 两万 你不要说 两万余算什么 这就是你没有平等心 一只蚂蚁 一只大象 一个人 一个总统 一个乞丐 一个皇帝 念一下 生命平等 无有分别 这是佛教要修的 我们现在就有分别了 我儿子我对他很好 乞丐 我敌人的儿子 我才不理他 那就这个就很笨 有分别 那有分别福报就少一点 那佛教要我们修空性 什么叫佛 佛 平等名为佛 那各位你说 你有没有用佛性在做事 那看你有没有平等心 你喜欢这个 不喜欢那个 你喜欢大一点 不喜欢小一点 你喜欢高一点 不喜欢低一点 你喜欢健康 不喜欢生病 那代表你没有用佛性在做事 没有用空性在做事 所以你要修慈悲心 必须以平等心 空性做基本 没有分别 你怎么对待你妈妈的 你怎么对待你儿子的 你要以这个方法 平等去对待所有的鱼 所有的蚂蚁 所有的人 这个才叫平等 所以我也看到现场有很多 我们这边从印度啊 可能尼泊来的菩萨 帮我们在工作 那各位你要尊敬他 为什么 他好有福报 他来做这个工作 希望他将来很有钱 将来生甜 要这样 你一定要用这种心态 你不能说 他是工人啊 他去做了 很简单 下辈子换他做老板 下辈子换他叫你工人 了解吧 这个叫冤亲平等 这个世界很公平的 所以如果对方在做 你要用你心态 谢谢你感恩 然后修福报 因为他在工作 修福报 所以我想各位 一个人在这个世间 最重要的是福报 刚刚我一看 看到我们胡老板 很会修福报 他现在孝顺妈妈 他妈妈坐在他身边了 大家为胡老妈妈感恩苦掌 孝顺最有福报 我碰到我妈 我都变小猫 你是老大 因为你懂得尊敬孝顺你的父母 那你才会尊敬别人呢 如果自己的父母都没有孝顺 然后我们说要去尊敬别人 是不可能的 所以来 大家念一下 我们今天受报官在界 有这十二条的功德 书胜 念一下 书因胜果 有这个书 特殊的因 就可以得到书胜的结果 这叫书胜功德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功德扩大 你一次 回向众生 同享功德 同臣佛道 那你就福报就大了 所以各位 你在公园运动的时候 你不要光为自己运动 一二一二 愿大家都健康 那你这个运动有功德 你在洗衣服的时候 念一下 当愿众生 衣服清净 庄严漂亮 健康自在 那你穿衣服有功德 这个就是佛教 他希望你做什么事情 都平等的 愿所有众生跟自己 都得到利益 叫当愿众生 因为你在穿嘛 像各位在吃饭 当愿众生 残月为始 法喜充满 对不对 事实上是你在吃饭 但是你这个吃饭 也不失给恶鬼道 不失给所有 希望他们都吃得很快乐 很饱 所作接伴 具足佛法 吃完饭以后 就跟各位一样 所作接伴 都来受八观再建 不要吃完饭以后 去钓鱼啊 去造荷叶啊 具足佛法 那你这个吃饭 你就用一个很大的心 叫圆 所以产生的果报不一样 所以很频繁 修行不离开 行住坐卧 吃饭睡觉 那是你的行为跟心态 行为不会伤害众生 心态呢 不执着 还慈悲众生 不执着就是各位今天修的 解脱八观再建 所以我们念这十二样功德 然后把这个功德布施给众生 好不好啊 然后所以要加念四个字 念一下 当愿众生 所以我 各位老师老 我出家是因为我妈妈生病 得癌症 然后我才发愿守 一年八观再建 来出家 那我妈妈现在还活着 还过得还好了 牙齿痛了 其他都好了 牙齿偶尔痛了 那没办法 老化 但是至少她还活着蛮自在的 那我手八观再建 回向给妈妈 那妈妈得到利益 但是我知道要给妈妈 更重要的 给所有众生都健康快乐 所以各位你要修到 修到别人看到你都会健康 这叫什么 药师佛 什么叫药师佛 他修行是为了别人健康 他修行是为了别人发财 他修行是为了让别人 开发智慧 正知正见 发普利心 药师佛希望大家都 他是东方药师佛 他却希望大家都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每一个佛都这样子的 他就是修行都是为了众生 所以我们要随喜药师佛 来 随喜药师佛的功德 这个是最重要的功德 最滑得来的功德 就是随喜诸佛菩萨的功德 我们今天更要随喜一个功德 随喜三代祖师 披设佛如来 化身利益众生功德 那你将来就有 跟三代祖师一样的功德了 当然那你说 那我随喜我就得到佛 圆满的功德 不是 你有十分的功德 你随喜一百分的 你只能得十分 因为你只有十分 你不可能得到一百分 但是如果你有九十分的功德 发心 那你随喜一百分 那你得九十分 所以各位一定要把自己的 发心跟功德 修得更圆满 那你去随喜佛菩萨的时候 那你最聪明了 那你所有的功德 你就得到最多 特别我们今天 大家守八观哉戒 然后呢 以菩提心来守八观哉戒 这样子的功德 来随喜佛菩萨 阿罗汉 言诀 所有的功德 那如果今天假设你有一百万的功德 你随喜一个九十万的功德 哦 随喜你功德 那你马上得到他九十万的功德 因为你有一百万 所以各位佛陀说 这个世界最大的功德 就是什么 来随喜功德 各位一定要 所以我们每次合掌拜到佛 除了恭敬 恭敬以外 称赞 礼拜 马上随喜功德 就希望我虽然只有五分 但至少我得到佛的五分的加持 所以念一下 一分恭敬 一分加持 十分恭敬 十分加持 那如何让自己保持十分的恭敬 很重要 所以你要把每一张佛像 都当作真的 百分之一百的 真实的佛 真实你看到佛经 真的佛在讲话 那你要培养这个心态 很认真 很认真 那这个佛法是在日常生活行为 养成的 所以你上台下台 没有什么改变念头 那就修行成功了 人前人后 孤独的时候 没有做两面人 都一样 现在在念佛 孤独也在念佛 生病依然在念佛 死亡的时候要干嘛 念佛 不然念谁 你生老病死 都在念佛 那可以 那要养成习惯 但是 突然老公有外遇 你就不念佛了 各位 外面有外遇 那是假的 念佛才是真的 不要被假的转走了 这个世间没有一样 是真实的 都是虚幻的 念佛 念法 念生 是真的 你要把握这个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不要活在 像我 我老实说 因为我是个 大家认识我 所以我在别人面前 我必须要更认真 因为 那私底下 我一个人 我喜欢孤单 我喜欢一个人 我也不喜欢出名 我也不喜欢 我的个性 但是我师父说 你要有悲心 你要愿意 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努力 培养自己去做这个事情 一个人也好 浑木区也好 所以 我一个人很喜欢点烟供 在那边念经 撒水 撒米 早上从协会出来 哇 看到几只鸽子 撒米 有三只变六只 六只变十二只 啪 来了二十只 太好了 米不够 替他们做烟供 我想 慈悲是最快乐的了 各位要修行 修到 看到鸽子 跟看到你儿子一样 没有分别 现在各位是 看到儿子很快乐 看到一只流浪狗 不太快乐 因为你有分别 所以你要让自己 不管你看到什么 你都 都是什么关系 念一下 母子关系 你看到什么都很亲切 你看到什么都想要帮助他 接近他 一只狗 一只蚯蚓 一个人 包括我们现在在超度 看到一个鬼 哈喽 哈喽 那个鬼吓坏了 人家都 怕死 你怎么会跟我哈喽 不但哈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个鬼不变阿弥陀佛 也不行 因为无分别 所以各位 世间人说有鬼 佛陀说 没有鬼 夜报是有鬼 是存在的 但是夜报是假的 但是佛性 才是鬼的本体 所以你把鬼当作佛 他就变佛 你把鬼当作鬼 他就变鬼 还是你也是 万法为心照 对 心态改变 世界改变 心态改变 众生改变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写这么多牌位 那我们用八观在界的菩提心 念着要是佛 阿弥陀佛 他就会变阿弥陀佛 他们看到了 变成极乐世界 他们可以得到超度 所以我们的心态 可以改变他们 所以为了要把握 我们的心态 所以我们持戒 所以我们以受八观在界的功德 这十二条 我们念一下 前面加个当愿众生 马上把这个功德 布施出去 让世界 因为我们受戒 而得到利益 来 念一下 受持八观在界的 殊胜功德 我们真实受拉 然后马上变成一种利他 我要教各位 不要光读经 读经念佛持咒 是有一个目的的 是有一个利他悲心的 我想就像在掉点滴一样 读经是在掉点滴 然后又把这个力量产生功德 打增给别人 你要把经典变成一种生命的 心灵行为的实践 而不是我在读 我在读 我在读 所以你马上念佛 为什么 我马上要回向给众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方有一个人在生病 所以我在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你说没有病人 不可能没有病人 地狱到恶鬼到 随时在受苦 所以我在念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来了 我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 然后我在为地狱恶鬼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以我永远要讲这句话 让我们每一个人 成为诸佛菩萨的功德 跟受苦众生的连接点 好不好 一个连接点就够了 新加坡有一个连接点就够了 所以你只要保持那个心态 所谓八观灾界 就保持一个正念 我这个连接点 这个网路永远不断掉 因为我们要让诸佛菩萨 透过我们的身口意的功德 去布施给对方 这个叫念佛 这个叫持重 随便你 你在念药师经 那你就把药师佛 药师佛净土 药师欺佛的功德 透过药师经 然后布施给地狱道 恶鬼道得癌症了 正在流血 正在被砍 正在被杀了 正在毁谤佛法的 我之所以要念是为了他们 那这样才符合大乘佛教 念一下菩提心 空性 大悲心 佛代表圆满菩提心 你正在念的人代表 无我的空性 因为我为众生 然后众生是我要念的对象 叫大悲心 所以你时时刻刻念佛诵经 持咒 不分任何宗教 不是说我是密宗比较高 我是显教比较低 我是小秤 自私 这个讲法会让别人不高兴 谁喜欢说 你是小秤的 那你是大 你是老大 小秤大秤密宗 不是穿衣服 不是宗派 而是心态 你的心态 符合绝对的平等 我现在在念药师佛 我也变成药师佛 众生也变成药师佛 这个叫金刚秤 金刚秤是 不离开绝对的空性 跟大悲心的平等 这个才叫金刚秤 虽然我在修十轮金刚 修得很好 但是我没有那个动机 你有念完 有没有红包啊 有没有 会有念给自己的 那你是 这个可能你叫人天福报 连大秤都讲不到 不是因为你念十轮金刚 就叫金刚秤 不是因为我们念佛 就是显教 念佛才是无上秘 所以我这样解释 并不是看不起大秤或秘宗 或是小秤 而是形态 动机 而且把动机成为戒律 才是最高的 这个叫什么 念一下 三昧夜戒 我希望各位感受三昧夜戒 比如说 我做的功德 我一定是利益众生 完全放下回向众生 我生命只有一个目的 成佛 你敢在诸佛面前 面前发这个誓 如果我退转了 我下地狱 把你的慈悲心跟行为 成为你生命的戒律 这个叫三昧夜戒 三昧夜戒 是你要对所有的众生承诺 你的生死快乐痛苦 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我必须承担你 你不能退转 三昧夜戒 代表整个法界众生 的所有都是你一个人承担 一个人 不能依靠别人 事实上做得到吗 太容易了 为什么念一下 佛法无边 佛法的力量是超越一切的 请问一个要师佛 能不能拯救一万个地球 可不可以 太容易了 一个阿弥陀佛 可以拯救一万个地球